我们现在开始来做温度转换器 温度转换器是华氏转成摄氏 摄氏转成华氏 例如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公式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把它写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华氏度等于摄氏度乘以5分之9刮5加32 那我们的设计画面会是像是这样子 这边会有一个textbox可以输入 这边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会去抓这边的值 然后按照我们的公式把它算出来 丢到这个好像label的地方去 这就是我们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要这边要放一个文字 这边放一个按钮 这边放一段写出来的话 这边放一个结果 我们现在来新增project new一个project 那这个我们要做 叫tempconverter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123了 这边是你的存档的地方 这边非常重要 不要找错了 我们程式会越来越多 假设好是存在在这里 好 这边一样是选我们的开发平台 选空白 好它把我们的这个build起来之后 我们回到设计这里 按照刚才我们想要的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把它删掉 那么我们要放123 也就是要放这123 要放三个横线 让物件上去对齐 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layout这里 先选一个这个 然后至少选三个 这边呢 要放一个这个 可以输入的 hand tags 这里呢 是放一个button button是这个 这边呢 是放一个可以看的text 可以看的text 我们叫textview 好那这边都看不到 是因为它的那个 wrap那个地方 选这个上一层的容器 它的layoutheight 用wrapcontent 然后这里也是 layoutheight 这样它才会 跑出来 这边呢 就是模仿我们这边写的 这边的华式冒号 这边是转换 这边是这个 空格 所以我们在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这边它的text 这个属性这里 我们可以先这样子打 好那这个呢 它的text这个是叫做转换 好然后这个呢 我们要把它清掉 我们先存档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这些元件 我们都要取名字 它才会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把它取一些这个 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做 名字就在id这里 这是我们的设施 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 它是 它是一个物件叫做 edt的物件 顶件 salesis 好 然后这个 第二个这个按钮物件呢 它是 老师我们的习惯都是这样 btn的物件 那它叫做 随便 convert 这个是我们要承接出来的结果 它是一个textview textview我们简称 txv textview 它是华式 华式的英文是 v a r e n h e i t 我们把这个先布置好了 布置好了 我们先play一次看看 我们选一台手机模拟器 我才开机哈 这边前面其实你可以加一个label 说是摄氏冒号 转换成华氏 等一下你自己改 好 就可以这样 你看这个就可以 你点这里的话 这个就可以打 这个会跳出来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那个 这个可以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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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